一个由程序写出的虚拟偶像能有多活 随便开个演唱会 就有十几万的观众 全靠CG拍出的电影 更是直接拿下奥斯卡影后 找个替身扮演他出现 管他绅士不绅士 全都扑上去想见他一面 拍广告 上访谈更是多到数不过来 可这么一个绝代神言的虚拟偶像 又是怎么出现的 在好莱坞有位导演老帕 他拍的几部电影全部失利 就连老板都炒了他鱿鱼 眼看自己的新片就要胎死腹中 一个患有绝症的程序员 却忽然找了上来 对方以粉丝的名义 说自己发明了一个程序 能帮他重回好莱坞 几天过后程序员病逝 对方生前将一封包裹交给了老帕 那是一张硬盘 插进电脑后 里面缓缓勾建出了一张美丽动人的面庞 小麦色皮肤金黄色长发 太美了 老帕当即给他取名西蒙尼 九个月后 西蒙尼的第一部电影上映 动人的演技 灵活的表情 在场所有观众 都看哭得屁滚尿流 没人看出他是虚拟偶像 全都夸他是当代最牛的演员 西蒙尼一夜成名 登上了各国报纸头条 广告更是接到手软 而老帕也名利双收重回好莱坞 获得了一间独立摄影棚 但里面空无一物 只有一台电脑 他能在这对西蒙尼进行改造 玛丽莲梦露 奥黛丽赫本 全世界最美女演员的特点 都融合在了西蒙尼身上 很快第二部电影就要筹备 一线大牌明星都争着做配角 而老帕则让演员在绿幕进行表演 他在通过后期CG 把西蒙尼扣进去 流几滴眼泪 表情悲伤程度 全都在老帕掌控之中 就连你表情的第三个表情报 他都能做得出来 可时间久了 由于西蒙尼到现在都没有漏过一次脸 不少记者怀疑 是老帕关注西蒙尼 逼迫他给自己拍戏 为了打消疑虑 老帕来到酒店住了间房 打算让媒体亲眼见到西蒙尼一面 消息一出 记者粉丝就能在窗边手上一咽 但其实这个明星 不过是导演拿着洋娃娃假扮的 为了捏造出明星住在这里 老帕在房间喷满香水 躺在床上滚来滚去 又把女性衣物随见被说服了 然而就在奥斯卡评选了西蒙尼为影后时 老帕千算万算 让西蒙尼感谢了所有人 却唯独忘记感谢自己 因为这么久以来 他已经把自己带入进了西蒙尼身上 所有人都爱西蒙尼 却没人爱自己 拍的电影没人看 连前期都说没了西蒙尼 他什么都不是 老帕气急败坏 决定亲手毁掉西蒙尼 全美最红的女明星 居然趴在猪卷和猪抢时 这画面简直不谈节目 让她当着全世界 将自己的丑态全部展现出来 结果粉丝说她真性情 又隐瞒 西蒙尼是怎么复活的 原来这都多亏于老帕的女儿 她是一个计算机小天才 为了还爸爸清白 她发现了那张病毒光盘 接着她将病毒杀死 西蒙尼的数据便全都复活 而这次之后 西蒙尼决定退出好莱坞 选择参与政坛 她还和老帕育有小孩 并取名为星铁 但镜头背后 却只有一个男人一张沙发 和身后满满的绿幕 当今的高科技时代 你还敢相信 眼见为时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西蒙尼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